欢迎收看今天的盘后HOT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Kingsley 现在是2016年4月6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点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Valiant Pharmaceuticals 代号VRX 本交易日盘中 Bill Ackman在电话会议中指出 VRXUnit的资产净值仍然高于其市值 目前公司的账面审核已经完结 并将在月底之前提交年度财报 Ackman极力捍卫公司 导致VRX今日暴涨近19% 盘后大多数VRX的债权人同意 对其债务条款进行修改 公司股价再次得到提振 据知情人士称 VRX已经成功说服了一半以上的债权人 表示公司有能力偿还债务本金 安时在截止日期前公布财报 并且令公司的金融条件更为宽松 此外VRX同意向贷款人支付债务条例修订费用 每1000万美元的贷款可获得5万美元的补偿 同时公司将债务利率提升了一个百分点 受此消息影响 VRX盘后上涨了2.31% 报34.96美元